这天龙怎么还没有来啊 我都等那么长时间了 天龙啊 你说你那么慢 多多 我这不是刚下班吗 怎么你找我有事吗 当然有事了 我妈昨天跟我说 她想见你一面 多多 是阿姨想见我是好事 但是你说 阿姨会同意咱们俩在一起吗 天龙你放心 我妈从小就那么疼我 她肯定会听我的 多多 行了别说了 包在我身上了 走吧 妈 这是我男朋友天龙 阿姨好 你好小伙子 妈 你看天龙家里的情况 我也跟你说了 这我也把它领回来了 你看我们俩 什么时候结婚啊 我都不明白 我们家多多 看上你啥了 一枚房 二枚钱的 还有连父母都没有 他能跟你 啥样的生活呀 阿姨 虽然说 我没有钱 没有父母 但是 多多的彩礼钱 我一定会 想办法给你的 你放心 反正这件事啊 我不同意 妈 我跟天龙在一块 是真心的 你就同意吧 再说了 我也不是为了钱 才跟他在一块的 阿姨 你放心 以后啊 多多跟了我 我一定会努力工作 努力挣钱 不让多多受一点委屈 你放心吧 妈不是不同意你们结婚 妈是不要彩礼钱 妈 妈呀 不想让你给他一结婚 都背了一身的债务 你知道吗 妈 这样 我知道 来 你给妈来一趟 妈 你叫我过来 什么事啊 多多 这张卡 里面有十万个年 这是 这些年 妈 上班 攒来的钱 给你吧 妈 你给我这干嘛 妈 就你这一个女儿 你说这钱 妈要的干嘛 不给你 给谁呀 女儿啊 妈给你 你就拿着吧 妈 你真好 这个卡 我就收下了 你看 天龙还在那边呢 我们先回去吧 走 过去 但是 我们先回去 你自己可以 赶紧 去 你自己可以 你自己可以 去 那里面 你不要 你自己可以 喂 对 天龙 你忙着呢 多多 你怎么来了 来 快坐 你看 你都怀孕了 我还老婆 我这不是在家 闲着没事干吗 就想来看看你 多多 有什么事 等我下班回家了再告诉我 你说 你这好不容易怀上孕了 就别乱管了 天龙 难道我怀孕了 就不能出来转转吗 我可以带着宝宝 出来呼吸呼吸 先先空气啊 对了 天龙 正好我来了 跟你说个事 行行行 你呀 说的都对 对了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 你说 天龙 这那么长时间 我也没回娘家看看我妈 这正好我妈也快过生日了 我们俩一起回去看看她吧 我以为你跟我说什么事呢 原来是这事 你放心 我呀 早就准备好了 到时候啊 我跟你一块回去 你给咱妈还准备东西了 你准备的什么呀 行了 这你就别管了 这样成秘密 这时间也不早了 走 我送你回家 行 慢点啊 慢点啊 猪猪 天龙 你们都来了 傻妈 你看你这不是过生日了吗 我跟天龙就想着回来看看你 没事 你看你还悔孕了 大老远 还来看妈 不来妈呀 不怪你呀 说什么呢 妈 你这好不容易过个生日 再说了 多多坐我的车你就放心吧 现在呀 天龙也有出息了 你看也买上车了 是啊 妈 你看这几年有多多帮助我 我们自己干的小生意也赚了不少钱 这也买上车了 对了 妈 今天你生日 我呀 有个礼物想送给你 对啊 天龙 我还不知道你给咱妈准备的是什么呢 快拿出来吧 来的来了 还给我买什么礼物啊 妈 你说什么呢 我呀 从小爸妈就去世了 你呀 对我还这么好 我呀 早就把你当为亲爸了 来 妈 这就是我的礼物 这什么礼物啊 天龙 是啊 天龙 这怎么是个钥匙啊 多多 这样是我给咱妈在城市买的房子 这不行 这礼物太重了 妈不能收 妈 你看你呀 你一个人在老家 我和多多也不放心 再说了 你看 我们俩回来一趟 来回路程都要四五个小时 这多多现在也怀孕了 我也不想多多在车上折腾 所以啊 就在城里给你买了一套小房子 你呀 别嫌弃就行 哪能啊 天龙 这一套房子都在花好几十万呢 可是天龙想的周到 多多啊 真的没有看错你 又那么好 那么善良 妈 来 钥匙你就收下吧 天龙 没想到你这么欣喜 还给咱妈准备了一套房子 说什么呢 多多 当年啊 你和妈不嫌弃我 就是 对我最好的鼓励了 行了 别说了 我呀 已经订房饭店了 蛋糕也已经订房了 走吧 咱们去吃饭 走吧妈 那行 走吧 慢点 这点儿真背 钱啊 又赌光了 这 这回去儿子就要结婚 还需要一大笔钱 哎 没事 我那个外甥啊 是个大老板啊 我啊 还去找他要钱 凡是找他要钱 他又不好意思给我要 还去 外甥总 哎 那咱们这合作就这样调定了 好 行行行行行 好嘞 嗯 好 喝了一杯 好 拜拜 啊 这项目 又拿下了 又能做这门雨 小雨 小雨啊 来来来来 怎么了 看见舅舅 你说你这上班就是正好嘛 天天在大路不做是吧 也没什么事儿 舅舅啊 舅舅啊 今天找你了 跟你说个事儿 给我说个事儿 你能跟我说什么是好事儿啊 说吧 这次来 又是因为什么 你怎么说话呢 啊 我可是你的长辈 我是你舅舅啊 行啊 你别在公司喊了 快说 什么事儿 这又对了吗 我啊 找你也没什么大事儿了 你啊 给舅舅的钱 不多 五十万 舅舅 你说说你 你每一次我再告诉我 不是要钱就要吃到的 这次你当头 就要五十万 这么多 我跟你要钱总了 啊 再说了 你那表弟 马上就要结束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告诉你啊 这个钱 你今天必须给我 舅舅 你说说你 你们家里边用的 开的 房子 车子 什么不是我买的 你想 你这样 都能不能过来找我要钱 都能不能找我要钱 你想想 你想想当中你是怎么对我的 妈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孩子 妈感觉好多了 你不用担心 妈 你又别骗我了 你看看你 你现在这个状态 知道妈 你放心 我的如何 我要会把你这个病美制好 什么 小雨 你找我借钱 我哪有钱这些啊 舅舅 你又借给我吧 我妈的病 真的不能再拖了 你妈那病 压根就制服好 你知道没有 我借给你 你拿着给我还我 你妈到时候走了 你有钱吗 我告诉你啊 现在给我回 舅舅 这怎么说我妈也是你亲姐姐呀 她是我亲姐姐 她是我亲姐 她有什么啊 你呢 还上着学呢 你呀 到时候没妈的孩子也是没出息 我看不起你 我滚 舅舅 你就帮帮我吧 你骗了 我叫你滚啊 滚 滚 滚 小雨这孩子 成不了什么人 儿子 妈走了 就剩下你自己了 你要照顾好自己啊 以后好好上学 将来以后考个好大学 有出息 妈 在天之里 你就安心了 舅舅 你想想你当初是怎么对我的 现在还 有理直气窗的过来跟我邀钱 你感觉你对得起我吗 你对得起我妈妈的 这次你来 我就是为了要想到 这张卡里有100万 从此以后 你不要再后来报我 我也不能见到你 小雨 这 这舅舅 不是当初 看你 没那么大本事吗 谁生想 你现在 是公司老总啊 这 怪舅舅当时 没有眼光 没有眼光 没想到 你今天 会成为这样 要知道 当初 这就肯定借你钱 你啊 你啊 就原谅就有了 咱们的冰箱是金钱 行了 你也别说了 我是不会在原谅里面的 看在清醒的份上 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 拿着钱 你走吧 小雨 你看 行了拿钱你走吧 有关让我再见到你了 小雨 你 我这样做 你一定要原谅我 这样的亲戚 我们 我们宁愿不要也罢 老师 老师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